投資人四大必修學分 剛剛上班堂課講了兩個 一個是投資歷史 一個是投資心理 這兩個有很大的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投資歷史你要看的是什麼 不是看那個事件 因為事件並不會重複發生 你說1929年大崩盤跌了90%之後 花了10年的時間市場才復甦 所以你就會想說 2008年這個一定很慘 1.0趕快全部殺出 這個會10年的崩盤 結果不對啊 一年就反彈起來了 差很多 差非常多 所以事件並不會重演 可是怎麼會重演 人性會重演 心理會重演 群眾心理會重演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高點的時候 每個人都跳出來說 現在這次不一樣 以前是因為 往計往路怎樣怎樣 這次我們的金融的創新 多厲害多厲害 有很多衍生性金融產品 計算方法已經不一樣了 不會再崩盤了 會永遠站在高綱上 連免滴青山然後開始這樣 第四老師一直唱一直唱 一直唱 開演唱會這樣 結果呢 每次都一樣 所以肯恩廢雪這一次新 這本新書就是要跟你講啊 這個每次都一樣啊 人能夠從歷史上 學到唯一的教訓 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上學到教訓 所以這兩個東西很有關喔 所以歷史看的是群眾心理 投資心理學講的主要是個人的心理 像剛剛講的過度自信啊這些東西 好 那另外兩個必修學分是什麼呢 一個叫做投資產業 一個叫做投資理論 如果這四個 這四個必修學分當然都很重要啦 可是如果你要學習喔 啊要有個先後的話喔 我會跟你建議 第一個要學習的就是投資產業 啊投資產業是要學什麼喔 不是說面板業啊 發展怎麼樣 LCD現在怎樣 大面板的 現在喔 iPhone5出來的話 到底會不會長 不是研究這個啊 是研究投資這一個產業 因為只要你要去從事投資的事情 你一定會跟投資產業接觸喔 買股票要不要有營業員 要嘛 你買基金要不要透過禮專 要嘛 啊你基金誰幫你操作的 基金經理人嘛 啊你的投資的資訊都從哪裡來 都是從這個喔 電視上面網路上面啊 第四台老師啊 雜誌報紙這些地方來啊 所以媒體也會對你影響很大 所以你要了解這個產業 巴菲特在找 他的接班人的時候 他說喔 他的接班人有幾個必備的條件 第一個呢 就是他要有很穩定的情緒 這個講的是什麼 投資心理學 還有啊他要對這個法人的投資的方法要有所了解 什麼叫法人呢 就是一些投資機構 對於他們的產業要有所了解 這邊在講什麼 這邊就是在講這個啊 欸這個投資的產業 好那講投資產業喔 有幾本書喔 可以推薦大家去看喔 第一本就是這個 投資人宣言 你們看他封面就知道這紅色的然後有個星星一隻手 有在搞學運的 譬如說我們的這個喔 我們上面有位同學非常左的 他就知道這個圖通常都是用在哪裡 都是用在一些革命相關的 改革的都用這個圖啊 你就知道他這本書是左派的 他站在我們投資人的立場 跟你說投資產業有很大問題 根本有很大的利益衝突 啊這個作者叫威廉伯恩斯坦 他的上一本書叫做投資金率 投資金率就是專門在講這四個 四大必修學分的 所以這本書裡面也有講很多投資產業 這兩本你可以看 啊關於這兩本書裡面的投資產業的內容 我已經幫你整理成一個表格 就是有一張喔 只有一面的 另外一面是空白的這一張 的下面那一個表格 標題叫做投資金率 投資人宣言 投資產業三大支柱一覽表 所以 最主要的你會碰到的三個投資產業 就是這三個 券商啊 投信啊 就是基金 還有媒體 啊這個喔 因為我們平常上課很常在講 所以我今天呢 主要不是會講這個 不是講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讓大家自己看就好了 我要講的是介紹另外一個人 如果你要了解投資產業一定要認識的 叫做這個 約翰伯格 他的最新的一本書叫做 夠了 英文看不懂對不對 中文在下面 夠了 對啊 他叫做基金精神喔 但基金不是他發明的 他發明什麼 他發明指數型基金啊 這約翰伯格先簡單介紹他一下 他不簡單 他這個喔 大學的時候喔 就是學這個 這個財經方面相關的 我不知道他怎麼寫喔 然後他在寫這個大學的論文的時候 他在找題目 想說到底要寫什麼呢 他不想跟別人寫一些很腐爛的啊 什麼亞當斯密啊 馬克斯啊 是不想寫這些東西啊 他就去找 欸 剛好看到一篇文章啊 說喔 現在有一個喔 新的金融工具 叫做共同基金 在我們現在來講 共同基金是很正常的嘛 大部分的人買股票 投資股票都是買基金嘛 可是在他那個年代喔 1950年代 那個年代是沒有人在買共同基金的 基金才剛出來 他是一個沒有什麼人重視的金融工具 他看到這個東西 他覺得欸 這東西好像很有趣喔 他在研究 所以他寫了一篇 喔 論文 這邊論文的主要內容是說喔 共同基金的產業到底能不能幫投資人喔 賺到錢 他結論是說不行 因為費用太高啦 然後寫了這邊論文之後啊 畢業之後他就到 到幾個那個大的 金融產業去喔 因為他很想進入這一行嘛 他就去投履歷啊 然後投他的這個 他的論文 結果有一間公司叫做威林頓管理公司 就看中他喔 這個小子不簡單 大學畢業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的金融事務經驗 竟然寫得這麼透徹 來我們公司上班 他在裡面混得很好啊 跟那個他們的老闆 齁 這個混得非常好 然後呢 老闆就準備讓他接班了 然後他也是搞得很重要 可是到最後發生一件意外 就是呢 他跟他的合夥人 齁 約翰伯格的合夥人 他們兩個已經把這間公司 接下來了嘛 可是這個合夥人 跟他發生意見不合 然後呢 叫董事會出來開會投票啊 說到底要留哪一個 結果呢 約翰伯格被趕出去 他票數比較低 他被開除啦 這個時候他就想說 那怎麼辦呢 他很想要留在這個公司 因為他是在這個公司裡面打拼很久 然後他才有經驗低 而且他對這個產業非常有興趣 他就找很多方法 他找到一個方法 他們那間公司叫做威靈頓管理公司吧 威靈頓管理公司管理什麼呢 管理什麼東西 很多 其中呢 他們底下又有管理很多支基金 那個支基金就叫做威靈頓基金 就是他們管理的 威靈頓公司旗下管理的基金 叫做威靈頓基金 那 古伯格被趕出公司 是趕出什麼公司呢 趕出這一個 他原本是威靈頓管理公司裡面 譬如說類似CEO 或是裡面總經理之類的 他被趕出去了嘛 他很想要待在裡面 他就找很多方法 他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喔 威靈頓管理公司 跟威靈頓基金 這兩個基本上沒有太大關係 他們只是一個委託人的關係啊 基金是什麼 基金就是有一群人嘛 拿出一筆錢嘛 這筆錢要做特定的用途嘛 這是成立一個基金會嘛 找誰來幫他們管理這筆錢 找威靈頓公司 所以他就想說 這兩個其實沒關係耶 出錢歸出錢的嘛 管理的歸管理 他就去跟威靈頓基金裡面的董事會講說 我跟你們講 我們應該要自己來管理自己的錢 我們幹嘛讓別人管理呢 別人管理我們還要付那管理費 然後還付給他們的管理階層薪水 這樣子我們的基金就變少了 我們應該自己來管理 然後這個董事會就變要說服了 所以他開始喔 他的基金革命展開第一步 謝謝 的恩